近日适逢病虫害容易发生季节 农民们喷洒农药频率高 因为农民今日中午因喷洒农药工作超时过量 而且防护装备不够完善 而导致有机磷农药中毒 再出现全身无力 疲累等症状后送医 索性并无大碍 哎呦呀 真是不舒服啊 爸 您没事吧 您就是这样 让我吓死了 哎呦 不要担心啦 哎呦 只是真丢脸 种个甜 还被人家抬进医院 你这次一下子喷那么多农药 又没做好防护措施 医生说很容易就中毒 而且长期下来 也会影响身体健康 你一定要注意啊 这天 隔壁阿财伯来到了阿浩家 阿浩啊 我来看你啦 你现在身体还好吧 好多啦 谢谢您来看我 对啦 阿财伯 您种田的经验丰富 您对于使用农药有什么看法 觉得农药到底该不该使用呢 啊 这农药哦 就像这个双面刃啊 没用好呢 伤害人的健康 啊 不用呢 却是作物受到病虫害的伤害啊 的确哦 让人怀恼啦 刚好啊 离我们不远的药物读物试验所里面啊 对于黄酸家 这个问题哦 可以去请教他哦 透过本单元的学习 你将可以 一 列举农药对适用者的负面影响 二 列举农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三 指出农药的正面用处 这天 阿浩前往药读所 决定找黄酸家好好解决他使用农药的疑虑 专家你好 我听阿财伯提起 只要是使用农药上的问题 都可以请教你 啊 没事阿浩吧 听说前一阵子你农药中毒 身体好一点了吗 就是这件事让我很困扰 农药不是只杀害虫吗 怎么连我也中毒了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其实现在农药已经与农民及农作物间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多数的农民相信农药的使用可以提高产量及品质 农业发展更是离不开农药的使用 阿浩 你这样问就代表你对农药毒性的影响观念还不太了解哦 农药毒性的影响 农药是保护作物的多种产品之一 用来预防及消除作物的病虫鼠害以及杂草 或是用来调节作物及有益昆虫的生长 但这类具有毒性的药物 如果没有合理使用且喷尸过量 在消灭病虫害的同时也会伤害到使用人的健康 农民在试用农药时农药可能经由口腔 呼吸以及皮肤接触等途径而进入人体 造成中毒的情况发生 从外表来看可能有哪些明显的中毒现象呢 请点按画面红钮观看中毒后的外在变化 物理现象 毛发脱落 皮肤出现红斑 眼睛冲血或发炎等症状 取食量的改变 不正常的食欲 连的影响体重的增加或减少 银水量的改变可能造成排尿量的不正常 健康威胁 即性剧毒中毒即不慎物喝农药 若延误就医会有生命威胁 而使用农药时未做防护措施 亦使药物累积体内造成慢性中毒 行为的改变 包括昏睡 无力 四肢不规则的摆动等 天哪 原来农民在喷尸农药时 一不注意 就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中毒的危机 是啊 也因为这样 政府特别将农药集毒性分为五个等级 分别为集聚毒 聚毒 中等毒 轻毒 及低毒 你可以点按画面按钮 观看农药集毒性的分类标准 请点按画面四颗按钮 观看详细的毒性等级说明 观看完毕 可以点按右下方按钮 观看标签图示的意义 集聚毒农药 毒性等级一 最为危险 集少量就有可能致命 因此政府采取严格管制措施 禁止登记及使用 聚毒农药 毒性等级二 不小心吃到一汤匙药量就有可能致死 标签上需注明 聚毒农药文字 打插警告标志 与注意标志之红色背景带 并加注骷髅头警告标志 以提醒 以提醒使用人 以提醒使用人注意安全 中等毒农药 毒性等级三 标签上 标签上需注明 中等毒文字 请问 下列农药标签上的背景带颜色 分别代表 分别代表 标签上需注明 下列农药 阿浩听完了农药毒性 对使用者农民的影响后 回忆起农田四周 偶尔会发现一些 不是害虫的昆虫尸体 专家 有时候喷完农药隔天 会发现一些蜜蜂的尸体 这些蜜蜂也是因为农药 造成死亡的吗? 是啊 农药对于环境 以及大自然的其他动植物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请思考看看 在这款农地不当喷洒农药时 哪些环境以及生物 可能会受到农药的影响呢? 当农民喷失农药 与作物及土壤时 除了部分会被植物吸收 及代谢分解外 其余的就会分布于 环境 进入大气 土壤 以及水体中 对环境中的 动植物等生物产生影响 受影响的生物范围有 水生生物 蜜蜂 蜜蜂 蚯蚓 藻 土壤为生物 人类 其他作物 野生动物等 某些农药 会在生物体内 累积和代谢 并且沿着食物链 累积放大 如不当使用 可能对环境生态 及人体健康 产生危害 画面上的土壤 生物及水源等 因不当使用农药 而遭受污染 请你点按画面上的红钮 了解我们该如何正确使用农药 才不会造成环境生态的污染 防止危害非目标生物的措施 依标签标示 对水生生物 鳥类等生物毒性高知农药种类 避免在其群聚环境使用 种子经农药混合搅拌 或浸泡后播种 需将种子完全以土壤覆盖 防止鳥类摄食中毒 于土壤中使用力气农药时 必须与土壤充分混合 避免因外漏造成动物物食而中毒 对蜜蜂毒性高的农药种类 避免在蜜原植物开花期使用 防止污染地表水的措施 在地表水密集如溪流、河川、水场养殖水域等附近的种植区 不宜使用标注对鱼类有毒的农药 防止污染土壤的措施 改变耕作方式 采用轮座、修耕、即使用有机肥料等措施 提高土壤对农药的吸附容量 山坡地采用人工除草或种植地坯植物 避免易使用除草剂而造成表土流失 同一地区避免长期适用同种农药 以免农药长期残留在土壤中 及对土壤中某些生物产生长期的抑制 防止污染水源的措施 避免在水源区旁使用农药 例如井、池塘及水源地 避免在小溪、河流或池塘旁清洗湿药器械 清洗过湿药器械的水不应随意倾倒 在农药和受保护的水资源之间建立缓冲带 防止污染地下水的措施 在地下水丰沛地区、降雨量较大的地区 渗水性强的沙土或沙壤土田区 因应农药标示方式使用农药 看完了农药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预防措施后 请你协助纠正农药阿顺博 有哪些错误的试药方法 是会污染我们的环境 专家 我有另一个问题想请教 那么要丢弃的农药相关废弃物 该怎么办呢? 使用后支农药废容器 不可与其他物品或一般废容器混合处理 建议于回收前将容器三冲三洗 减少容器内可能残余农药后 拴紧瓶盖、交由回收商、资源回收车 或部分设有回收设施之农会等进行回收 这样说起来农药不仅伤害了我们的健康 对环境也有很大的伤害 这...这农药还能使用吗? 当然可以使用啊 阿浩,刚好我这边也有两位民众来信 询问我使用农药的意见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谁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吧 请观看完两位民众的来信后 思考看看 哪一位民众对于使用农药的看法是正确的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粉色 如果您可以给我设备了 这又一遍 看那个粉色 我们现在就要打 hält 这边可以担心 人用揻手 现在我们在纸张上 需要你画一个夺小块 再试一下 然后再试一下 保持圆 9块 然后再试一下 农地开垦种植的初期 因为病虫害的种类和数量 都还没有累积到产生危害的状况 而且土壤等环境条件仍然有利于作物生长 但是经过长期耕作后 影响作物生长的病虫害不断累积增加 环境的有利条件逐渐消失 作物生长状况逐渐变差 若不加以防除将影响品质、产量 严重时更可能废耕而完全无法收成 因此农药的使用为病虫害防治工作 找到另一种解决的方法 根据统计 世界上的农田如果没有使用农药 农作物的产量及品质会遭受明显危害 严重时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粮食供应与口域的满足 所以使用农药的目的是可以有效防治病虫害 保护农作物的生长 维护农产品的品质与产量 一般作物生长异常的原因可归纳为三大类 分别为虫害、病害与生理障碍 发生虫害时可在植株上发现虫体、虫分、虫婴以及虫咬时的痕迹等 发生病害时会在植株上出现症状 且可见明显菌体 发生生理障碍时植株上出现症状 但无明显菌体 虫害疾病害可以依照害虫疾病原菌种类集为害状 用适当的农药防除 但是生理障碍却无法使用农药使植株恢复正常 而是必须采取其他管理措施 看来农药在病虫害的防治上真的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我有个疑问啊 如果真的想要尽量减少农药的使用 不使用农药可以防治病虫害吗? 不使用农药当然也可以防治植物病虫害 可用的方法简单归类 大概有利用检疫防止害物侵入 抗性育种或增加植物抗性 物理防治技术 生物防治技术 即在栽培过程中应用耕作防治技术等 其实在作物病虫害的防治策略中 主要是秉持着预防剩余治疗的精神 营造适合作物生长而不利于病虫害发生的环境条件 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 栽培过程中如遇病虫害发生时 必须要对症防治 并合理适当的使用农药 及搭配其他多样化的防除方法 将病虫害的伤害降至最低 你可以点按画面上的按钮 进一步了解防除策略的拟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本单元的内容你都熟悉了吗 现在让我们透过几道练习题 检视自己的学习成果吧 请你先仔细浏览作答说明 了解测验的方式后 接下来就请你点按开始钮进行挑战咯 加油 点数列表 点数列声 点数列表 采到查射程 加点声 点数列表 银 incre Hert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喜你!挑战成功! 看来你已经完全掌握这个单元的学习内容 接下来你可以重新复习相关重点 或点按课程选单继续课程 这天晚餐过后阿浩看着电视 刚好看到一则正在报道 今年全国优质农产品选拔活动的新闻 让我们恭喜阿财博 阿财博栽种的凤梨 获得今年的全国优质农产品金奖 今天能拿到这个奖 都要感谢黄专家 专家纠正了我许多使用农药的错误观念 让我了解农药的合理有效使用技术 成功黄除病虫害 使得我种出来的凤梨品质更佳 农药的合理有效使用技术 啊?农药我也一样在用啊 不是有病有虫喷下去就好了 使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我得好好去问一下黄专家 透过本单元的学习 你将可以 一、分辨伪劣农药及合法农药 二、区别农药使用标签 三、指出农药的合理有效使用技术 这天阿浩趁着下午有时间 来到了药读所找房专家 阿浩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吗? 阿财伯仲的凤梨 最近拿到全国农产品优质奖 他说要归功于你教导他的 农药合理有效使用技术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哦,原来如此 农药在合理有效的使用下 能有效防除病虫害 帮助农民栽种出品质良好的农作物咯 那麻烦专家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呢? 合理有效的使用技术第一步 当然是要正确选用合法农药 所以就要特别注意 选用合法农药的注意事项哦 你在选用农药时 是否有注意农药包装上的标示呢? 请思考看看 下列农药包装上的标示内容 何者在台湾可以合法使用? 下列农药包装上的标示員 下列农药包装上的标示器 自己将小松振片 本 well i是否可似乎 在奋长时之后 一字眼上可以看 合法农药呢 可以从农药的包装标示做辨认 不过专家 这农药包装上的标示 真的是密密麻麻的 好复杂哦 不要担心 我这就来仔细说明 主要确认的标示有17项 首先我们要先确认 是否有政府减合的许可证字号 标示清楚的农药普通名称 及商品名称 普通名称和商品名称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普通名称是政府登记许可的 药剂有效成分名称 而商品名称部分呢 药剂有效成分名称相同的农药 各家厂商大多会对自己产品 另外命名商品名称 以为区别 但一样需要经过政府核准登记 但有些产品为另外命名 则与普通名称相同 请找找看 要辨认农药是否进政府和可认证 应该要确认是否有哪一项标示 以为区别人的农药是否进政府和可认的农药 请问哪项标示为农药普通名称 请问哪项标示为农药商品名称 农药标示一方面可辨认是否为合法农药 另外很重要的也是让农民了解农药的产品特性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等重要的农药使用工具 建议可以上农药资讯服务网的登记管理专区 点进许可证查询页面 输入农药包装上的许可证字号或普通名称 商品名称等标示内容 确认此农药是否已经过政府合法登记 政府订定的农药标示管理办法中 详列了合法农药包装上应该包含的标示 你可以点按画面法点 观看详细的成品农药标示法规内容 合法农药的标示 除了上述的农药许可证字号 普通名称及商品名称外 还有一些其他重要资讯 请点按画面农药包装上的按钮观看内容 农药的化学名称 锂化性状及成分含量 农药使用方法及试用对象 避免农药残留的安全采收期 药剂性质说明 成品农药都应标注 剧毒性成品农药 应注明剧毒农药字样 包装容量 贩卖公司所在地及电话 进行药剂呈现的物理状态 贩卖业者名称 农药的毒性等级及警告标志 储藏时的注意事项 预防中毒及解毒的方法 废容器的处理方法 制造日期 批号及有效期限 制造工厂地址及电话 选用农药时 要避免选用到 尾 裂 净农药 请点按画面上的按钮观看 何谓尾农药 裂农药以及净农药 尾农药的分辨 分为可由农民自行电刃 以及需送主管机关检验两种情况 由农药未包装判断 未经核准甚至制造 加工或输入者 如没有农药许可证字号 涂改或变更有效期间之标示 抽换或仿农国内外产品 如图为仿农标示之伪农药 而包装标示所含有效成分之名称 与政府登记核准或是检验结果不符合 例如包装上所标有效成分为陶丝松 但经检验的有效成分却是达马松 怀疑掺杂其他有效成分的含量超过中央主管机关所定制限量基准 需有农药的检验报告才可以辨认 所以可以送主管机关做检测 简单的说 尾药就是山寨版的农药 列农药是指虽经过核准登记农药 却有效列进行者 分为可由农民自行辨认 以及需送主管机关检验两种情况 可以由外观判断的情况如超过有效期间 包装或内容物损坏、变质 如包装破损、易漏、膨胀变形 标示污损模糊、颜色改变 粉状产品严重结块 易状产品有严重分层、结晶 序剧、凝胶化或涨霉等现象 而无法由外观判断 可送主管机关做检测的情况有 怀疑有效成分之含量与标准规格不符 例如某成分合格范围为51%到61% 检验结果小于51%或大于61% 其他成分种类即含量不符 例如乳剂中含危害性管制成分 二甲本大于10% 或本及甲本分别大于1%等 简单的说 裂农药就是成分不足或品质不良的农药 禁用农药是指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 禁止制造、加工、分装、输入、输出、贩卖、使用的农药 例如三本醋席及三本清席 有导致畸形的危险性 建议可上农药资讯服务网的 禁限用农药专区查询相关禁用农药 如果因贪小便宜或是稍不注意 而使用到位列农药甚至是禁农药 不仅会破坏环境 甚至无法有效防除农作物病虫害 而影响到农作物的品质 结果导致农民收益欠佳 反而没有达到使用农药的效益 而且农民在使用这些违法农药时 同时也对自己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 例如容易有致癌或肿瘤的危险性 当然如果农产品被验出使用不合法的农药 还会被处以高额的罚款 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天哪 下次选购农药 我一定会仔细确认农药标示 绝对不会再马虎 专家 现在我已经了解全用合法农药的重要性 那使用农药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好 接下来再详细说明 要能够把田里的病虫害控制 该怎么安全的使用农药 首先必须尽可能地发挥农药的最大药效 这里我特别整理了一本 农药合理有效使用的秘籍 主要包含了正确判断对症下药 一标示使用农药 掌握适当的施药时机 施药器械彻底清洗 并定期校准维护 农药混合食用的方法 避免气候及田区等环境因子 对施药效果的影响 注意使用农药对作物的安全性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合理有效使用技术 到底有哪些内容吧 正确判断就像医生看病一样 必须先判断作物是遭受了什么虫害或病害 或是因为管理失当而引起作物不正常 对症下药首先是根据判断结果选择药剂 虫害要适用杀虫剂 病害要适用杀菌剂 管理失当则要找出原因加以改善 如何理施肥等 药剂选定后 使用前必须详读标签上的说明 包括使用方法 如防治对象 用药量 期时倍数 注意事项 尤其是采收前 停止用药的安全采收齐天数 及充分了解药剂的毒性分类 对哺乳动物毒性与警告标志等 再按照标示方法正确试用 就可以达到最佳药效 掌握适当的施药时机 可有效抑制害物繁殖 减少施药次数 施药时机的决定因素有 病虫害发生的程度 一般于初期喷药效果最佳 作物的生长及发育阶段 小苗喷湿的药液量较少 成长株喷湿的药液量较多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施药器械使用后应彻底清洗 并在使用前校准 确认喷头的出水量 以及施药时所采用的压力 一般压力越大 喷出来的药液物力越小 此外也需掌握适合稳定的行走速度 因为走速的快慢 会影响药剂适用的总量 器械校准后使用 可使药液均匀分布 药效充分发挥 而药液分布不均匀 药效就无法充分发挥了 专家 说明到这里才发现 原来施用农药 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呢 是啊 另外在这里还要特别注意 农药混合喷湿的技术 农药混合喷湿的技术 这又是什么呢 麻烦专家快告诉我 请思考看看 下列三张卡片的叙述 哪些属于农药混合喷湿的技术 农药混合适用 如果正确选用农药 就可同时防治多种病虫害 并且节省人工及喷药机械 使用等的支出 混合适用包括混合剂配方 田间同混 以及不同药剂的单独连续试用三种 混合剂配方 多为农药厂商开发的成品农药 田间同混为目前普遍使用的混合喷湿方法 农民根据作物种类 及田间可能同时发生之病虫害 选用适当的药剂 混合于喷药桶内试用 不同类别农药连续试用 会发生影响药剂吸收或分解的交互作用时 因间隔适当试用日期 以避免作物生长受到抑制 但要注意的是 其中田间同混 虽为常见的混合喷湿方式 但也最容易使用错误 农药依照物理形态 分有固体、半固体及液体等数种剂型 所以田间同混 必须考量农药的剂型 依照正确的药剂混合顺序 一般加入的顺序为肥料 可湿性粉剂、水旋剂、荣液、斩酌剂、乳剂 但各单一成分以先加水稀释再行混合为宜 并且注意混合不良的情形发生 部分药剂混合后若静置过久 需防止药液分离现象 以免造成前驱局部作物的要害 部分混合剂在持续搅拌下 才可维持共融的情形 但需避免过度搅拌 而产生大量气泡 造成喷湿不均匀的现象 只要混合喷湿的技术掌握得宜 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掌握施药的技术外 也必须考量到施药时影响药效的田间因子 并尽量降低其影响 包括土壤因素 土壤肥力以及所含的有机物质 除影响作物生长状况外 也可能影响药效的发挥 气候因素 雨量、风速、风向、温度、湿度及光照 均会直接影响药效的发挥 稀释用水 其酸碱度、硬度及水中悬浮的有机或无机的物质 也会影响药液品质及药效的发挥 以上需要依实际田间情况 综合判断各影响因子后使用农药 以上就是发挥药效的农药使用技术 以上就是发挥药效的农药使用技术 但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农药没有谨慎使用 没有发挥药效释小 反而会造成要害、抗药性以及漂移危害等情形发生 请点按画面按钮 了解农药使用不慎所造成的负面情形 画面上的水稻田因要害 使水稻植株产生黄化 严重时甚至会有凋威的现象 造成要害的原因可能有 使用品质差或变质的农药 农药混合使用不当 喷湿剂量和浓度超过作物对药剂的忍受能力 重复及连续喷湿药剂 其他田区的农药漂移造成敏感作物要害 为了避免要害发生 应了解药剂性质以及品质 注意相混药剂的特性 掌握对药剂敏感的作物种类 掌握作物不同生育期对药剂的敏感性 注意施药时的环境条件 降低药液漂移的可能性 农药适用后 您彻底清洗湿药器械 抗药性的发生 是因为长期重复使用同一种药剂 引起害物发生抗药性 降低防治效果 为了避免抗药性的发生 建议不连续使用相同作用机制的农药 不混合使用相同作用机制的农药 可以上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网站 进入农药应用专区 点按农药作用机制及化学分类检索 进入网页 查询各种农药的作用机制及化学分类 你也可以点按网页画面右上方的作用机制分类检索 下载农药作用机制分类检索参考资料 飘移为害施止 喷药时 药液飘移至非施药区域 会导致敏感作物生长异常 及农药残留量提高 同时 会对人 畜 摄粉昆虫 水域及水上生物造成威胁 因此 必须注意喷嘴的药液力尽大小 喷感高度 喷湿压力的适当选择 喷湿时 风速与风向等气候适宜性的判断 并针对非施药区的敏感作物保持安全缓冲区 以上就是农药合理有效的使用技术 阿浩你只要掌握这几个使用原则 并且谨慎避免农药为作物带来的危害 你也一定可以栽种出像阿财博一样品质优良的农作物咯 我回去后一定会好好地应用这几个使用原则 种出优质的农作物 阿浩回家后 懊恼地发现自己刚刚随手所抄的笔记 在包包中不小心弄湿 有些重点地方都糊了 请你帮忙还原阿浩笔记的内容 好让它能顺利应用农药的合理有效使用技术 第二转换 明天就变成了 用发封信 出优质 使用优质 准备 词 对于本单元的内容你都熟悉了吗 现在让我们透过几道练习题 检视自己的学习成果吧 请你先仔细浏览作答说明 了解测验的方式后 接下来就请你点按开始钮进行挑战咯 加油 练习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午安 这里是丰收村的村长 这边有两件事情报告给大家 最近政府会派人到田里抽检作物的农药残留 请各位乡亲一定要注意农药的喷丝量 并遵守安全采收期 下个礼拜 里民中心也将举办一场农药安全使用主题的讲座 教导大家喷丝农药时的防护装备 请乡亲们注意相关消息 最后再次呼吁各位乡亲 一定要注意农药的使用安全 以及农产品的食用安全 透过本单元的学习 你将可以 一、指出适用农药时的安全防护装备 二、列举适用农药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三、列举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因素 四、指出遵守安全采收期的重要性 这天阿浩正打算出门巡视自己的果园时 看到阿财伯正认真地看着手上的东西 早啊阿财伯 您在看什么啊 这么认真 请点按阿财伯手上的传单 观看传单内容 各位农民 喷农药的时候 你真的安全吗 农民接触农药的机会比一般人高 一定要重视喷药时的安全 因此政府特别举办了一场 适用农药的安全防护讲座 请大家踊跃参加 对啦 阿浩啊 你上个月不速才不小心农药中毒 医生不是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戴口罩 防护装备不足吗 防护装备不足吗 哦 对呀 那次啊真是吓死我了 看来啊这个讲座我一定要去参加 好好了解是用农药时的安全防护 这天下午 阿浩与阿财博一起前往了讲座现场 欢迎大家来听这场讲座 在座的各位都是经验丰富的农民 可是在喷洒农药时 稍有不注意或是防护措施做的不足 就可能会让自己中毒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 喷洒农药时标准的防护装备有哪些吧 现场准备了一些防护装备 请大家先想看看 喷洒农药时正确的防护装备是什么呢 请思考看看 下列物品哪些是喷洒农药时正确的防护装备 喷洒农药时正确的防护装备 喷洒农药时正确的防护装备 那是喷洒农药时正确的防护装备 注意同滤 喷洒农药门期间 喷洒农药时假份 噴濕中低毒性的農藥 穿戴一般標準的噴藥服裝即可 請點按畫面紅鈕 觀看噴藥裝備內容 向上噴藥時一定要戴帽子 帽子選擇寬邊防水材質的帽子最佳 眼鏡需使用標準的護目鏡 或至少佩戴一般的眼鏡 口罩需選擇活性碳口罩 並且可緊密包覆口鼻 避免使用棉布材質的口罩 衣物選擇質料緊密的長袖上衣及長褲 上衣領口要緊密以保護頸部 手套選擇長褲膠手套較佳 內面不称理 否則一旦沾染驚喜困難 當試鑰匙 手臂若常微放下狀態 衣袖應翻出至手套外面 但若是長長高舉狀態 手套翻於衣袖外面 避免使用布棉手套會吸附農藥 增加由皮膚進入的機會 鞋子選擇長筒塑膠雨鞋 長褲是穿在雨鞋外面 避免農藥流到裡頭 了解完噴飾中低毒性的農藥裝備後 那麼注意噴飾劇毒毒性的農藥 應穿著防護衣 以及抗化學藥品材質的長圍裙 乳裝備不足或服裝不舒適 至少一定要穿著一般標準的噴藥服裝 最後也要注意清洗農藥容器的防護裝備 一定要戴上防水長乳膠手套 並且套上防水長圍裙 以防止驚喜時水分的波漸 了解完了農藥的防護裝備後 在噴灑農藥時也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嚴禁事項 請點按畫面上的警示紅色按鈕 觀看噴灑農藥時的嚴禁事項 嚴禁在噴灑農藥時抽煙 喝酒以及吃東西 容易沾染農藥之口中 避免單獨噴濕農藥 遇到中毒或特殊緊急情況時 有人可立即協助處理 噴藥時間每人每天不得超過4小時 且避免連續兩三天以上多日噴藥 避免在中午天氣炎熱時噴藥 人體發熱時容易加速吸收到農藥的毒性 避免與雨中噴藥 農藥已滲入異物中 避免在有強風時或逆風噴藥 農藥容易吸入口鼻以及沾染至人體 不可用飲料空瓶或食物容器分裝農藥 中毒事件常因錯誤取用而造成遺憾 避免讓孩童或動物等非施藥人員 進入施藥區域而誤處中毒 要提醒大家 當施藥時出現頭痛、頭昏、噁心、嘔吐等農藥中毒症狀 應立即停止施藥 並脫掉污染衣服後 帶著中毒農藥的標籤迅速就醫 大家噴灑農藥時 做好完善的防護裝備及注意事項 就會大大的降低農藥的中毒機率囉 這天村子裡頭大家議論紛紛 阿浩家門前聚集了一群農民 大家緊皺著眉頭不知道在討論什麼 天哪 怎麼會這樣 對呀 實在是太慘囉 哦 這口怎麼辦才好哦 大家午安 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每個人臉色都那麼難看 說出來聽聽 說不定我能幫上忙 就是那個阿明啊 他種了田椒啊 被驗出超標的農藥殘留 結果啊 被政府花了好多錢耶 現在啊 其他人不知道自己的作物 到底有沒有這個問題 很擔心被驗出來而被罰款耶 哦 原來是這樣 現在消費者越來越重視食品安全問題 政府也很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對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的相關法規定得很嚴謹 剛好我現在就是要過來宣導這個相關資訊 農產品的農藥殘留檢測 會經過農政機關以及衛生機關等相關單位層層把關 兩者超過檢驗標準就開罰 裁罰金額不同 最低為一萬五千元 依102年6月修訂之食品衛生管理法 殘留農藥超過安全容許量之罰還 最高有六百萬元再調高至一千五百萬元 但是哦 每次看到一些新聞報導 抖大又聳動的標題總是讓人擔心 如果殘留為禁用農藥 當然會對我們人體造成極大危害 但禁用農藥已經被政府嚴格禁止製造及販賣 其實政府管制殘留農藥的安全容許量標準 是希望農民可以注意農藥殘留問題 超過這個標準表示農民用藥已經超量 會受罰的 只要合理合法使用農藥 不僅可以試半功倍 減少農藥使用的成本 還可以避免農民暴露於危險之中 並降低消費者使用到有毒農產品的風險 可以說是一舉數得 那麼到底為什麼農產品會有農藥殘留的情形發生呢? 我們該如何避免? 農藥殘留的原因及解決方法主要有四點 請點按畫面按鈕觀看內容 使用到微推薦農藥 為避免此情形的發生 可以上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網站的植物保護手冊頁面 線上觀看查詢各種病蟲害可使用的農藥種類 或是可以直接翻閱植物保護手冊書籍 另外也可以上農藥資訊服務網 進入登記管理專區的病蟲害防治頁面 查詢各種作物發生的病蟲害可使用的農藥種類 為遵守安全採收期 任意提高適用濃度、劑量以及次數 因此在噴灑農藥時 依農藥包裝上規定的安全採收期採收 並遵照其指示用量 提林的農田在施藥時 很可能因噴藥物力的飄移 而污染到即將採收的農作物 建議於林地噴灑農藥幾天後再採收 前次噴藥未洗淨之器具中殘存的農藥 可能會造成二次污染的情形 建議噴藥後一定要洗淨器具 並且使用前可再次清洗以確保乾淨 原來造成農藥殘留的原因有這麼多 但是那個安全採收期是怎麼回事呢 安全採收期是避免農藥殘留超量的重要指標 定定方式是依據農藥登記的推薦濃度 來實際進行田中的施藥後 於不同天數採收作物並分析殘留量 以實際殘留量和農藥慢毒性資料 比較後所制定出來的 你可以點按畫面按鈕 進一步了解農藥慢毒性的意義 以這個圖表為例 政府所訂定的農產品農藥殘留量為0.1ppm以下 A藥噴濕防止效果最佳的濃度 結果顯示 A藥需在最後一次濕藥的3天後 藥劑於農作物上殘留的量消退至容許量以下 才是其安全採收期 另外一種B藥 則必須最後一次噴濕的9天後 才是可以採收的時間 農有老王的農作物被檢驗出農藥殘留不合格 可是他很困惑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 請協助老王找出可能造成農藥殘留不合格的原因 對於本單元的內容你都熟悉了嗎? 現在讓我們透過幾道練習題 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果吧 請你先仔細瀏覽作答說明 了解測驗的方式後 接下來就請你點按開始鈕進行挑戰囉 加油 請你按開始鈕 Berry 請你按退 還好 連起它的《讃 produção》 沒有機會 再倒市istas 一個 請你安放 along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你 挑战成功 看来你已经完全掌握这个单元的学习内容 接下来你可以重新复习相关重点 或点按课程选单继续课程 学习完本门课程的内容 你是否对于农药的安全使用技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呢 课程最后我们安排了练习题 帮助你检视自己是否已经完全掌握课程内容与重点 现在就请你浏览作答说明 浏览完毕后点按开始挑战钮 进入课后总测验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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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本评量到此已全部结束 你可以点按检视做打钮 观看问题与答案 点按重新挑战钮 则可以再做打一次哦 结束后 请点按左方选单继续课程 学习完了本课程 相信你对于农药的正负面影响 如何合法选用与有效使用农药 喷湿农药的防护装备 及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安全标准 等内容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最后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本门课程 到底学习了哪些重要概念 在认识农药单元中 我们了解了农药在使用的过程中 如果有意无意地使用过量 并且防护装备不完善 可能会经口 呼吸 以及皮肤 接触到农药的毒性 对农民造成健康危害 我国政府为提醒农民 注意并了解农药的毒性大小 将农药集毒性分为五个等级 集聚毒 聚毒 中等毒 轻毒 集低毒 建议农民一定要依照农药包装上的 毒性标签 谨慎使用农药 农民也必须注意 喷湿农药时 农药会分布于环境中 进入大气 土壤 以及水体 对环境中的动植物造成威胁 因此必须采取相关防护措施 例如依据土壤性质 及田区环境 选择农药种类 适当适量地适用农药等方法 来避免农药污染环境 及非目标生物 但农药如果合理使用 对农作物的生长是有其注意 可以有效防除病虫害 提高农产品产量及品质 在农药的选择与使用单元中 我们了解要有效使用农药 成功消除病虫害 第一步必须正确选用合法农药 并且能够分辨 味、猎以及净农药 合法农药可以从农药的标示 及外观做辨认 购买时需仔细确认 农药包装上是否有完善的标示 如果农产品被验出 使用不合法的农药 将会被出以高额的罚款 了解完如何选用合法农药后 建议掌握下列使用原则 包含正确判断对症下药 一标示使用农药 掌握适当的施药时机 施药器械彻底清洗并校准 农药混合适用方法 田间影响因子与排除 并且避免农药使用不慎 所造成的药害、抗药性以及漂移危害 在农药的使用安全与农产品安全单元中 我们了解了 喷湿中低毒性的农药 穿戴一般的标准喷药服装 而喷湿剧毒农药 则需要再穿戴更进一步的防护装备 来保护农民自身的安全 另外也必须遵守喷洒农药时的严禁事项 如严禁喷洒农药时抽烟、喝酒及吃东西等 此外农民也不可轻忽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的问题 被检验出农药残留超标将会被政府相关单位重罚 因此必须了解农药残留的原因并采取解决方法 农药对于病虫害防治工作上提供了不小的注意 可以有效率地栽种出品质优良的农作物 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益 但是使用方便之余 也不可以忘记农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必须更谨慎合理的使用 才能更体现出农药使用的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